不是说 一天到晚的电话不停 一天到晚的信息不停 问你在这干嘛 问你在那干嘛 我不会一天到晚这样骚扰你 因为我有自己的事情做 我知道你不会 就是说我可能空闲的时候 我会关心一下你 问你在干嘛呀 可能有时间的话 可以一起看个电影啊什么的 这算不算年呢 这个不算 该有的那么还是有的 这个人蕾在我的印象当中 应该是一个升级版的经济适用男 有身材 有颜值 有收入 有房子 还有这个长阳人民特有的淳朴 但是你来相信啊 作为男嘉宾 不光是展现你的硬件而已 还要展现 多展现一点你的男人的味道这一块 向你提个建议 就刚刚那个八号妹子 好像你们俩人在互相啊 这些要求啊 对话都还算比较对眼 而且他这个妈跟你是老乡 对不对 搞定他当新娘 先要搞定丈母娘 你们这个太多共同女人了 所以可以重点地去考虑一下 这是任蕾 来到了终极选择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所有桃花灯 都已经熄灭 为啥呀 那么好的小伙子 10号为啥呀 可能我注重的重点和别人不太一样 所以刚刚在影片上面那个小指甲的东西 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面 所以不太好意思 没听明白 就是他指甲壳 他那是可以剪的呀 指甲长长了也是毛病 我这个天哪 12号 他都答应把钱给你管了 你还要怎么着 因为他说他不喜欢那种 就是很黏他的很幼稚的那一种 你是那种啊 我觉得我有一点 好了任蕾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 这么几条路可以选 第一 坚持向你的桃花依族人表白 第二 换一位你觉得更加适合的女生 去表白 第三 放弃表白 你的选择是什么 换一位吧 换一位觉得更加适合的表白 OK 这是由张万福珠宝推动的表白神器 现在我请你绕场一周 近距离地观察一下这些女生 再做决定 好吗 去吧 好的人类 有表白的目标了吗 有了 有了 OK 请把手镯戴在他的手腕上 领到舞台中央来 去吧 像女生表白 如果表白完了 她能够接受你的表白的话呢 花环可以套在她的头上 从见你的第一眼开始 就有一种莫名的心动 然后你刚刚在介绍的时候 又说你妈妈是徜徉的 正所谓老乡见老乡 男也没忘忘 我觉得我们可以 延续一下接下来的故事 我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